我叫刘媛媛 是一个美貌跟智慧 集一身的女人 在北京大学 读一个跟犯罪悬疑 推理侦探正义 听起来很相关 但其实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专业 那就是法律 白天的时候 会像同学一样 然后伪装成正常人 去上课 然后民法 刑法 行政法 但是晚上的时候 可以一脱外套 立刻变邪心 我希望得到 所有老师的认可 但是我最希望得到 是鲁玉老师的认可 起看北大法律系才女 如何展示真我风采 各位导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江老师好 姑娘好 我叫刘媛媛 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 然后是在读研究生一年级 早上的时候 我收到好闺蜜 给我发的短信 她说不要紧张 你就把现场所有的人都当成 一颗一颗的萝卜 来了一看 这些萝卜都会冻 不过没关系 会克服的 好 接下来我们大家听你说 有一天 我很认真地问我哥 你说我为什么嫁不出去 我哥看着我的脸 更认真地回答我说 你一直不知道自己长得丑吗 我说不知道啊 他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都跟长相有关 比如说 灰姑娘被王子选中 是因为她穷吗 那是因为她长得好看 可是长得丑 难道就没有救了吗 第一种典型 鸡歪女 每天都在微博上转发 精彩语录 例如 我会无理取闹 会唠唠叨叨 会流泪 会跟你争吵 理直气壮的都跟梦露一样 但是一个男人 如果他应付不了 我最差的一面 他就不值得拥有 我最好的一面 我就一个目的 就是想看看 你是不是还在乎我 我每次看到这种话 都觉得说得太好了 就是这种感觉 必须评论转发 遇见这样的女生 你就甩了吧 第二种类型 就是 唯女汉子 现在动不动来个女的 只要很粗鲁 就觉得自己是女汉子 其实大家真的误会了 女汉子这三个字 女代表的是柔情 汉代表的是干恋 每次你委婉地提醒他们 对方就会把霸气侧露的模式调出来 扑扑扑地喷射你 然后说你虚伪 痛心疾首质问你 说你敢不敢做你自己 我倒是想问问他们 我能不能不做我自己啊 我能不能做汤唯周迅范冰冰啊我 亲朋好友常常跟你说 你长不着男朋友啊 是因为你标准太高了 快别姓他们 他们的意思是说 你根本就配不上 你所喜欢的那个标准的男人 一个丑橘子 他都会因为自己长得丑而努力地 变甜一点 我们还好意思不努力吗 最后呢 我送大家四句话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要强求 想找对象不怕丑 努力就有男朋友 天天小智和李勇 为什么没有选圆圆 圆圆你真的不愿 我们没有选你吗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好 我喜欢 他讲话 非常的犀利 那不是属于我这个战队类型的 那坦白说我蛮喜欢他的性格 你好像每个人的性格你都喜欢好吧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什么人的性格 我都喜欢啊 小智是甜心 他不可能不喜欢 对 偶像 大众偶像 我也说这个人很成功的原因就是 他非常成功地在众多人群当中 把自己成功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会儿 会儿你知道吗 麻将牌里面的会儿 是什么 跟谁他都能胡 李勇先生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小智成功的奥秘 为什么你不像他学习他的成功的经验呢 如果你以为学了小智的性格就成功了 那你就错了 你得长成那样以后再有他的性格才能成功 刚好切切他的主题 对 跟圆圆的主题很像 你能简单地向我们大家形容一下你自己吗 就好像刚刚小智老师说 你很好 但是呢 不是我喜欢的这种面 然后我想说每个人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是一个齿轮 我觉得大家都是菱形的 我跟你要契合的话就必须严丝合缝 就是我可能在面对你的时候 我只能把这一面给你看 然后恰巧不是你喜欢的 好 你再形容一下鲁玉 别人老是说 说你脑袋大 然后是棒棒糖 但在我心里你不是 你是向日葵 我快晕倒了 因为别人说你是大头娃娃跟棒棒糖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理 但如果你是向日葵的话 就代表阳光力量 还有成长 你为什么讲到这儿你有点难过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在凤凰的时候出一本书 叫做《陈鲁欲心相约》 很早以前了 然后那本书就在我们班流传很广 就大家都在看啊 然后就是很多 我的朋友会因为这个跑去学传媒 我看到你当时写在凤凰做那个 等一下 坐早班车的时候是吧 对 在凤凰坐早班车的时候 说自己生活的那个节奏 还有说坐凤凰早班车 就第一次成功的时候在化妆间哭 然后我们都会反复看 然后那个时候 就说一个人 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一句话 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但你真的鼓励过我们 好 我下面来说我的感受 党版升职的时候 我一听你的声音 我会在想这个女孩 很像我当年大学时候的宿舍里 成为朋友的那样的女孩 这样的天然的好感就有了 而且我喜欢这种语言 讲起来好像是平平的 太过异扬顿挫 太过有表演感觉的 不太是我的风格 所以你符合 我这方面的审美的要求 你今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不够彻底 你的演讲的内容 是一个自嘲式的演讲 但是你的自嘲没有彻底 那如果你坐在这的话 你会拍吗 我不会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够彻底 不够彻底 我就喜欢他那个位置 坐着说话不腰疼 现在你可以选择你的鲁豫导师 你也可以选择X导师 乐某人 刚才乐嘉老师已经很明确地表示 如果坐在这个位置 他可以有权按的话 他是不会按的 必须时刻迷惑选手 因为可以借用这样的方法 来探知出来选手对我的心 到底有多少 所以接下来 请开始你的选择 高兴 如愿以偿获得鲁豫上识 面对乐嘉的考验 他能否坚定心之所向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为我选我的鲁豫姐 我觉得他的肯定 就已经是我往前走的动力了 希望两个人互相地商量讨论 然后决定我们以后讲什么内容 然后按照我们希望的效果 把它讲出来 就会很开心